是这样的 老师 那那个关于铁这方面啊 补给上还有什么注意事项需要告诉我们的吗 比如说服用的时间 饭前或者是饭后 或者量是多少 有没有跟其他的一些食物有相冲的 你当食物补充的时候的话呢 不是说就注意一些脂酸啦 一些高纤维的东西啊 不要一起弄 但是当你缺铁已经贫血的时候 那你补充的是一个额外的一个铁剂 那么你当你补充这个铁剂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什么呢 一个是说呢 影响铁吸收的因素 所有的食物很可能对铁都有一定的影响 专性的那个食物呢 比如说橙汁啊什么的 它可能有一个好的影响 那么其他的碱性的食物呢 它就会有坏的影响 所以一般的来说服铁呢 最好在两餐之间 另外一个铁剂啊 往往味道不是特别好 现在的铁剂呢 就是就要选择一下 就是哪个铁剂啊 更容易吸收啊 口味好一点啊 哪个孩子更能接受啊 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你的孩子啊 就是吃了以后 他胃肠特别的不舒服 那么你可以少用一点 电腿类的食物的话呢 比如说粥啊 面包啊 这样的东西呢 电一点 它对铁的吸收呢 影响的少一些 所以现在有好多饼干里强火